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日承受恐惧与煎熬 眼下他终于击碎了妙议会明镜 又毁了三生石 总算是替自己扫清了所有障碍 不过 折眼忍不住又笑 东华的思路向来诡异 又爱捉弄人寻乐子 他非要将青丘女君许给元珍 倒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这大约也是东华与凤九之间 将要面对的最后一点磨难吧 只是不知东华他会亲手将这个坑挖得多深 多阔 多难田 雨些风筑 天色将近 他们这些老神仙也该好好地歇一歇 想一想福了 小狐狸对东华帝君说的第一个字 出乎帝君老人家的意料 居然是一个恶字 自东华帝君从十里逃离回来 每日为小狐狸吃药 在他沉睡时 在他耳畔吹一却招魂曲 他不晓得究竟是什么有了灵效 小狐狸从之前的几日才能行转一次 到现如今的每日午前 皆能慢悠悠苏醒 只不过 他行转的时辰极为短暂 不过一刻半刻便又继续昏睡 这一日 帝君见他在自己腿上动了动 抬手摸了摸他的背毛 他小小的脑袋顺势靠住他的手臂蹭了蹭 帝君嘴角站开一点笑 拿手心摸了摸他的脑袋 问道 醒了 狐狸一对尖尖的耳朵动了动 微不可觉 地点了点头 然后张开眼望了望帝君 说了一个字 饿 这还是东华帝君头一次听到他说话 他静静地瞧了小狐狸好一会儿 从容地取过一只小碟子 放在小狐狸面前 碧玉碟子清脆可洗 里头成了一盏赤金色的黏乎乎的东西 小狐狸瞅了一眼 整张脸皱成一团 闭上眼又要装睡 你知不知道装睡会有什么下场 小狐狸的一对耳朵 疏软往下一压 帝君的心猛的一跳 手已经不受控制地摸上他的脑袋 轻声劝道 喝完这个 再给你吃点其他东西 小狐狸大约是太久未说话 声音有些沙哑 一字一顿回应道 不要 太难喝 东华帝君的眉头跳了几跳 抚摸他脑袋的手掌轻轻用力 嘴边的笑挂着有些勉强 你晓不晓得这是什么 小狐狸愣了愣 试探着抬头问道 你稍的 他见帝君一脸不置可否的表情 极为坚决地补充了一句 很难喝 东华帝君忍无可忍 抓住小狐狸的两只前臂 将他拎在半空 脸上的表情刚冷淡下来 便听到小狐狸问他 你要打我 是我爹爹吗 他的眼睛忽善忽善地盯着他瞧 里头有着浓浓的好奇和亲近之意 却找不到一丝半点的畏惧 他有些想笑 这小狐狸居然不怕他 数十万年来倒是前所未闻 你看我像你爹爹吗 不像 我爹爹应该没有这么老 东华帝君终于忍不住 一只手在他脑袋上一阵揉搓 小狐狸眼睛弯了起来 像是露出一个笑 说道 你放我下来 我有点累 东华一言将小狐狸放到腿上 又有些诧异 自己为何要听他的话 声音冷淡了几分 你晓得我是谁 小狐狸慢慢地合上眼睛 像是觉得有些累 需要缓一缓 过了许久才说道 不知道 我好像什么都不太晓得 你是何人 东华帝君 东华 东华帝君 东华 帝君叹了一口气 放弃了纠正他的念头 又摸了摸他的脑袋 你果然不晓得我是谁 东华帝君的这一声叹息 其实很有些曲折婉转的心思 在里头 只不过 他晓得这只小狐狸 根本不会懂 他化生数十万年来 这四海八荒 难敢当面叫他一声 东华的 大概一只手 就能数得过来 他皆挺既高 为人又冷清 同谁都不大愿意亲戒 与东华比起来 他更愿意听人叫他帝君 帝君这称谓自带威夷 自然而然就能将人拒之千里之外 偏偏这只小狐狸 叫他东华 他好像并不觉得受了冒犯 东华帝君难免觉得 自己大约是上了年岁 果真觉得有些寂寞了吧 他瞧着小狐狸闭上眼 又像是要入睡 再次打蝶起内心哄他 先把这盏药喝了 你的伤财好得快 小狐狸的眼睛张了张 声音既轻又无奈 我记得我好像总是在吃药 一点心疼慢慢自心口冒出来 这点陌生的情绪 让东华将小狐狸抱到胸口 哄得更温柔 等你伤好完全了 本帝君带你出去玩 你喜欢什么就带你去玩什么 你以后一直跟着我 好不好 小狐狸闻言思索了半天 又抬眼望了望 眼前这位神君 犹豫良久之后点了点头 好 东华展颜一笑 我晓得你定然是愿意的 小狐狸抬起爪子 沾了点赤金色的液体 极为勉强地往嘴里送 扎扒了几下嘴巴 抬起脑袋望着东华 好像不是很难吃 那难吃的究竟是什么 东华不动声色地抬了抬眉 大约是前几天种林烧的糖醋鱼 不太合你的口味 小狐狸不已有他 乖巧地喝掉那一盏赤金血 又毫不见外地 拱开东华帝君的手掌 在他腿上陷入沉睡 东华帝君望着 这只赤红色的漂亮小狐狸 身体随着呼吸轻柔的起伏 一条血红的尾巴毛茸茸的 像是挠着他的心肩 一时间脑袋空空 有些飘来荡去的思绪 在肆意游走 他却什么都抓不住 这点空落落的情绪 东华帝君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才渐渐适应 他觉得 这定是因为自己一个人 在太陈公生活惯了 冷清惯了 身边突然多出一个人 不 一只小狐狸 他自然会不太习惯 不过 他东华帝君 向来适应能力 就比其他人要强许多 这点微妙的情绪 尾时困扰不了他太久 一人一壶 便在这一时三天的太陈公里头 渐渐安顿了下来 东华原本就不爱说话 眼下抱着小狐狸 更是将所有的话题 都留给了这只小狐狸 小狐狸醒得少 说的话也不多 偶尔像是能记起点什么 说不了几句就开始打瞌睡 在醒来时脑子又是混沌一片 东华记得哲言的劝告 晓得他是被冲撞了神石 纵使说话颠三倒四也从不与他计较 耐心与体贴都是前所未有 自从有了小狐狸 东华帝君再也未去过朝会 外头神尊的邀约也是一概谢绝 日日只是待在太陈宫中 他寸步不离太陈宫 倒是教他坐下的仙官仲林 暗暗松了口气 当然仲林的那点心思 东华帝君自然是无从得知的了 这一日小狐狸醒过来时 天色已是昏茫茫的 他轻轻动了动 马上有一只手摸了摸他的毛 滴滴的声音问道 醒了 他轻轻点了点头 睁眼细看 发现周遭景致与灌常见到的不同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